早安 今天關心學家中介上官消息 數到無關疫情疫情的樣子 國務司新學家文化研究文物館 和米農學家文物館 對新的除了醫師先不避免 不過米農學家文物館的臨時 育品營業 要認真避免 數年就變少 稍微量不動一劑 對於國務司學育費 以足夠 為成用年菜的門票營業 累出育品營業的一劫 高血遊客在行業上 米農客家文物館 粗糙地強頌了解 米農的客家文化 不過遇到平面遊客 避免下造成的感染 當時阿維菲已經宣布 客家文物館簽訂開放一陣日 不但只遊客參觀輸導營業 更加連關於臨時工作營業的營業 也免得連財人團的問題 當時阿維菲說 高血遊客賣門票的事業 主要是用體臨時工作營業的營業 在文物館簽訂賣票以後 為成用高血賣票存下的錢 確保臨時工作營業有錢好量 公司學育費說 學員官目前有5個臨時工作營業 他將要納出其的薪水參與14萬元 在簽訂開放的期間 以致盟為徵重申辦 協助處理工廠 製造文廠送品的領域 希望他將強化突兼南館 加上復服應徵的審法 下個新聞整份資訪報討 好的 來給我